歡迎回來繼續帶您看到 二零二二十大新聞的第七名 台美二十一世紀貿易倡議 今年六月正式啟動 被各界市違紀WTO之後 二十年來臺灣最大的 社外經貿談判 也是臺美FTA拼圖的第一步 強化與各國制度化連結 將有助於臺灣 接毀國際經貿體制 台美經貿數十年來的重大突破 行政院六月一號晚間 舉行記者會宣布 臺灣與美國啟動 台美二十一世紀貿易倡議 將展開包括貿易便捷化 法規制定虛偽貿易標準 國營企業非市場經濟的 十一項議題談判 臺灣政府設下四大重要目標 強化臺灣整體經濟實力 臺美雙邊投資 臺灣與各國制度化連結 臺美合作強化臺灣 面對非市場政策的能力 現在經濟的合作 經濟的安全跟國家的安全是一樣重要 所以臺灣能夠跟美國來談 這一個倡議的內容 對臺灣的不僅是台美關係 更是臺灣未來跟國際的合作 非常重要的一個基礎 和美國展開這個新的倡議 制定高標準的經貿規範 有助於我國爭取參加跨太平洋夥伴 美國總統拜登五月二十三號 在日本正式啟動印太經濟架構 首輪名單沒有納入臺灣 卻與臺灣成立內容相近的貿易創意 誰就解讀 這是拜登這部雙邊方案最佳級別 代表的是臺灣在美國心中的轉類點 也是臺美FTA拼圖的底部 像國有企業非市場經濟的這些規則議題 就沒有在iPath裡面 在這個臺美倡議裡面 他把臺灣直接定位為 跟英國跟歐盟是同等級的 這種先進的國家 現在臺美倡議之下 臺灣可以變成一個所謂Raw Making 這個未來國際規則的創造者 臺美二十一世紀貿易倡議 首次會議六月底在華府舉行 出席者包括以視訊參與的行政院政務委員 鄧鎮中 美方由副貿易代表碧陽旗率官員與會 十一月上旬在美國紐約 舉行首次實體談判會議 臺灣政府期盼在明年底輪到美國主辦 IPEC領袖會議之前 臺美可以簽訂雙邊貿易協定 貿易談判指示臺美互動的其中置意 今年十一月經濟部長王美花率團訪美 出席臺美科技貿易 暨投資合作架構首次召開的實體會議 見證臺美議者簽署七項MLU 臺美在十二月中旬舉行第三次 經濟繁榮夥伴對話 由國務院次卿費南德斯主談 國務院副助卿費南德斯 率團訪台與會 這是美國總統拜登上任以來 第一次派遣現任資深官員訪問臺灣 在現在這個新的產品新的產業 出來的時候 我們跟美國的這種一直以來的 信任關係 夥伴關係跟互補關係 其實還是很有發展的空間 臺美產業合作日益密切 外貿協會今年首度前進 美國華府舉辦臺灣喜相展 二零二一年臺美雙邊貿易額 創歷史新高突破一千億美元 建立更具體制性的 溝通管道是在變形 臺美二十一世紀貿易創意 儘管未涉及關稅 卻像是搭起臺美經貿的高速公路 除了印證美國聯臺抗中的策略 也是臺灣打開國際市場的重要機會